- 嗨,大家好,這裡是飛仙星,我是Jason 在TrackGPT問世之後呢 現在只要什麼東西扯上AI 就會讓人家非常的期待 那今天要介紹的終端機軟體呢 WARP也不例外 在網路上呢,你可以看到很多有用免費的資源 常常都會要求你要用命令列的指令來進行衡裝、設定跟啟動 但是這個冰冷冷的介面呢 總是讓人家特別有距離感 或許你在嘗試之後很快你就碰到問題了 那又沒有人告訴你應該怎麼去解決 所以你很快就放棄 因此就錯過了很多的好東西 現在有了TrackGPT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用很自然很一般的對話方式去跟它提問 它馬上就依照你的需求把指令伸出來給你 而WARP就像是把TrackGPT這種自然的對話方式 直接跟終端機結合在一起 讓我們在操作終端機的過程中 直接就可以獲得AI的立即協助 每次只要遇到問題 馬上就可以找到相應的解答 這對於時常接觸命令列 或者是想要學習的初學者來講 無疑是一大福音 WARP現在雖然只有Mac的版本 但開發團隊也提到未來會有Windows跟Ninus的版本 首先安裝完畢之後 我們必須要註冊跟登錄 當然最大亮點的AI功能 也必須要有連上網路才能使用 其他一般終端機的功能則不受影響 而最主要的兩個AI功能要怎麼去使用 第一個當然就是直接提問 請它幫你組出對應的指令 只要先輸入一個警號 或者是按下鍵盤的Ctrl加BetTick 就可以開始輸入問題了 那一樣也可以輸入中文 回應的速度也還算不錯 得到指令之後我們按下Comment加Enter 就會將指令翻譯到目前的輸入視聰了 就這樣也非常的簡單 如果對指令有疑問 也可以按下面的AI按鈕 它就會向你解釋這個指令的用法及範例 或是也可以在一開始 就按右上角的Ask Warp AI按鈕 打開提問視聰 在這邊提問就會直接列出解釋及範例了 按一下插入指令的按鈕 就會把指令放到下面的輸入視聰了 那在這邊有個小技巧 就是在提問的時候 你可以加上在Mac上 或者是英文就說forMac 那AI給你的指令就會比較符合Mac的需求 第二個是指令不如預期的順利執行 跳出的錯誤訊息 那我們可以請求WARP來幫我們排除 只要在錯誤的區塊上面按下 Ask Warp AI 問題就會組合號放到提問區 接著按下輸入 它就會開始提供你相關的解答跟範例了 你也可以將最後一檔的 How do I fix 改成中文的如何解決 那你得到的解答就會變成中文的 如果不滿意這個答案的話 你還可以試看說出 還有其他方法嗎 或是在提問的時候提供你目前的指令 並且將它用上下三個back tip包覆住 或許AI會給你一個意想不到的答案 而作為中端機的部分 基本的操作也做了相當多的改良 而且還提供了幾個相當不錯的功能 第一個是輸入區塊會固定在最下方 並且它支援游標的點擊跟選取 搭配上複製、貼上、刪除等行為 可以讓我們在編輯命令的時候更具彈性 第二是懸浮提示 我們可能常常在網路上看到一行命令 可能對部分的內容不是很了解 我們除了可以把它貼上去問Word AI 更簡單的方式就是直接 將你的游標移動到你不懂的地方上面 它就會顯示對應的提示 告訴你這個功能到底是做什麼用的 第三個是自動完成指令 在輸入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按下Tab 來取得建議的結果 自動完成輸入 也可以到設定裡面 將自動完成的功能改為悠久顯示 這樣我們就不用每次都要按下Tab 才能開啟自動完成的功能了 第四個是搜尋以前輸入過的指令 過去我們就只能按下鍵盤上面的上 慢慢的一個一個去找以前輸入過的指令 在Word上面你可以按下Ctrl加R 就可以搜尋以前輸入過的指令 非常的方便 第五個是搜尋畫面輸出的結果 可以按照區塊去個別搜尋 這樣子就不會去搜尋到 還沒清除掉但是不相關的內容 第六個是每一個輸入和結果 都可以用網頁的方式分享到網路上 在團隊溝通一起排除問題的時候 真的是方便了很多 而且分享出去的內容 你也隨時可以把它刪除 Word還有非常多的功能 但我個人認為那都是畫龍點睛 最核心的AI功能真的非常推薦給初學者 以及那些每天都要跟重斷機打交道的人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